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小姐 谢谢你的水饺 这个 是水饺的回礼 没想到你会做菜 我还以为你只会吃爆面 我会做菜啊 我很重视早餐 可是我之前早上的时候 都看你买早餐当宵夜吃 那是不是我最近的作息 跟之前不太一样 我也有点不习惯 严格说起来有一点 不过 你还好啦 你不吃吗 坐 你呢 我 怎么了 这个啊 这是你当作我昨天水饺的谢礼 那你自己的呢 你不会只准备我的 然后没有准备你自己的 对啊 我今天忘了真我自己的 那 你要一起吃吗 还是 够了 你吃就好 那你要吃什么 没所谓今天礼拜天 我待会出去买就好了 一起吃吧 反正我待会要运动 也不能吃太多 好 谢谢 谢谢 开动喽 好 昨天晚上 他本来要传什么讯息给我呢 该聊一下天吧 聊什么好呢 花也算好吃 培根蛮好吃的 杜小姐 昨天你原本要传什么讯息给我 高先生 你特地做这个早餐 让我有点尴尬 你 其实 好吃吗 嗯 很好吃 我是没有想到你会做菜 嗯 其实 那是我妈妈坚持的 因为我以前都随便吃 我一个人住之后 我妈觉得我一定不会听到的话 所以要求我至少一定要吃早餐 吃点营养的东西 为什么要随便吃啊 因为吃东西 吃东西是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不对 应该说肚子 就是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你必须要花时间去吃饭 但是吃饭这件事情 并不值得花时间 但你是事业的助理耶 是因为有很多的打卡和美食评论 你这样轻视美食 怎么协助它 那只是工作 你不觉得吃东西很开心吗 吃东西这件事情呢 就是身为人类 你的身体必须摄取营养和热量的行为 非常浪费时间 没有吃到好吃 然后吃完觉得很开心的东西 有 但是吃完之后 我还是觉得很麻烦 谢谢你的早餐 非常美味 也谢谢你 接受我的回礼 谢谢你喜欢 他到底为什么要阻我啊 还是他觉得我配不上他实业手 所以其实公司有个重要的案子就走吧 看你笑了 不然你会跟进来 你只要一手洗进去 你肯定会得罪人 所以老师就交给你们了 要杀要管理 随便 你讨厌的 怎么可能 那你喜欢我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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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